他尤其在我父母面前 一点面子都不给 有一次我爸来成都体检 我就说想让你给陪着 是吧 他好 我跟闺蜜约好了 我要去逛街 直接不管 当时体检出来确实身体有毛病 腰上动了一个小手术 得住院一周 他当时打电话过来 我忙完了 我需不需要过来啊 我当时给气的 我说这需要你问吗 不是你该主动要求 我过来陪伴一下 照顾一下 是吧 我闺蜜第二天就要离开成都了 然后他提前一周约好了 就说他要给他奶奶买衣服 这都不用解释男朋友嘛 也不是老公嘛 那也不是公公嘛 这个顶多就算是 做得不到位 就姑娘不会来事 我觉得不太懂事 对对对 不会来事 我很生气反正 我忙完了之后 我立马就给他打电话了好吗 那几天工作也特别忙 忙完了之后 立马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需不需要过来 他跟我说需要 然后我就买了东西 我坐了地铁特别远 我过去了 我们到了之后 他父亲说要回家住 已经十点钟了 然后就然后把他接回家 接回家之后 我立马就做了饭 然后一起在桌上吃了饭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我自己有自己的事 真的没什么问题 我总不可能 之前约定好的东西 然后突然就不去做了 对吧 我是觉得他不太尊重长辈 不周到吧 对不周到 这也谈不上不尊重嘛 他后来我们不是回老家吗 回老家得三四个小时 其实一年我们可能就回去一两次 我妈特意的去准备饭菜 他倒好 真的是只是回去吃饭的 不帮忙就算了 吃还故意少吃一点 我觉得就是故意少吃 就是说嫌我妈做的饭难吃呗 我没有少吃 我本来 你看我这么瘦 我本来就吃的很少好不好 你自己吃多少 自己心里没数吗 主要是那天早上 说实话 我问你当时那天早上 肉的不是剩饭吗 我吃啥呀 但是你没必要在桌子上面 你就给我妈妈摆米做 本来五分钟就可以吃完 我要待五十分钟吗 我觉得没必要啊 我吃完了我就走啊 没事啊 没问题啊 在我家就是这样的呀 但是你到我们那天 你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呗 你让我在我爸面前真的很难堪 我让你在你爸面前让你难堪了 然后我现在不是没嫁过去吗 你都不会在你爸面前 为我说一句话 你从来不会站在我的立场上 为我说一句话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第六本 别让生活耗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